说到电影这个单身男女2呢 在北京的发布会呢 古天乐 杨鲜花 高原员呢 周英明等很多的主演 全部都来了 但是唯独不见 就是另外的一位主演 吴彦祖 没错 原来呢 这个吴彦祖是来到了上海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活动 可以让他抛下小伙伴 一个人来到上海呢 去了解一下 丑好休假一年的吴彦祖 最近现身的频率有点多 先是揭幕丑拉相 然后又来到上海 出席自己参与拍摄 一个短片的发布会 本来我是在休息的 因为我女儿出生了之后 我就跟老婆说 我也是会休息一年 家庭是最低益的 然后工作其他的等等 都是一二二三四 既然都这么重视家庭了 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呢 因为将来有很贵的学费啊 我也向他去哈佛读书啊 所以这个也很贵啊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一点赚钱吧 哎呦 原来吴彦祖 也要为了生计而忙活 而建议老婆Lisa 此前已经放话要追身二胎 作为老公更是要多赚点 哪一分钱啦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周府牙人和收费 1号樱然啊